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是全球首造 仅此一台吗 这种生产设备的研发和制造 连美国都做不到 小编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是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 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器风采 感受科技前沿魅力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新城大海 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社会运行的润滑剂 自从使用运用于人类工业文明以来 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更没有找到替代品 但石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有研究机构曾经发表评估报告 认为到2050年之后 全球石油产量将大幅下降 石油储量会下降至少一半以上 这意味着到时候全球将面临石油危机 所以现在各国已开始想办法 降低石油的消耗量 比如电动产品和新能源等 但有些工业产品就需要石油 成了不可逾越的瓶颈 比如石油化工业相关产品 如何高效率利用石油 成了全球高度关注的事情 中国又一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实力 首先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国之重器 反应器形状整体像是一个大气瓶 总长度达到了70米 直径6.15米 壁厚0.32米 如果把这个巨大的反应器拆开 可以分成20多个结构和两个头部 而每个桶形结构的重量 大约在150吨左右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 单重最大的疆态床段和加轻反应器 当然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不是说哪个国家都可以建造出来的 为了完成这么一个大型的反应器的工程建造 负责此项目的中国一众集团 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大心血 中国一众集团作为中国重型设备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 先后完成过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研制项目 比如世界最大2400吨沸腾床 渣油断断和加轻反应器 而这一次的3000吨级的 也是该公司的最新检索 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国之重器的作用 首先 我们要知道的是 石油刚开采出来的时候 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刚开采的石油被叫做原油 原油需要通过蒸柳的方式 把原油提炼成汽油 柴油 重油 石油 石油器 渣油等物质 然后才能够被使用 分离出来的汽油 柴油可以直接被我们使用 柴油和重油虽然也可以使用 但由于它们所能应对的情况比较少 使用方式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收益不理想等因素 变得不被人们所重视 而石油资源是当今社会世界 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之一 因此它的价值决定了 它必须被完美利用 所以世界各国都在科学研究处理方法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因此而生 据了解 这款加轻反应器 在2018年5月开始建造 有中国移众的铸断钢事业部和大联合电视化公司 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提高了石油原油的利用率 就能降低石油总量的消耗 换言之 如果全世界的各大炼油厂都使用了中国的这款 超级江泰床断焊加轻反应器 就能降低石油的整体消耗量 从而降低全球每一天 每个月 每年的石油消耗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从而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时 这也是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展示 对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有巨大的好处 也是兑现碳平衡的重要一步 反观西方国家所谓缓解全球气候的举措 大部分都是只说不做 尤其是美国 那么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 能不能造出中国的超级江泰床断焊加轻反应器呢 答案是不可能 自从美国大搞去工业化后 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大幅缩水 现有的美国重工业制造能力 完全是寄托在美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上 就算给美国十年的时间 美国也不一定能造出来 中国正在为人类地球家园而努力 超级江泰床断焊加轻反应器 有利于环境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世界也将在中国的努力下获得好处 除此之外 中国还在发展新能源和氢能源 实实在在地在为碳中和战略而努力 世界各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 共同为全球气候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比如说购买中国的超级江泰床断焊加轻反应器 中国技术的多次突破 让我们有了这一设备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一机型的加持 不仅仅使得中国刷新着世界在断焊加轻反应器方面的制造记录 也让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制造技术和能力中取得领先 与此同时 让中国全球范围内的石化产业达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为中国石油的自主增添了强大的助力 截止12月24日 大清油田三次采油量产量再次突破千万吨 实现连续20年年产量超千万吨 累计生产原油2.86亿吨 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三次采油生产基地 三次采油技术已经成为支撑大清油田持续发展的主导开发技术 有力推动了世界提高采收率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今年宣布 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达到了1.88万亿人民币 比起去年已经增长了31.8% 其中净利润就已经同比增长646.3% 金额达到750亿元 这一系列的数字可以说相当的惊人了 并且其公司还表示光是勘探和生产业务 就为其公司带来了583.6亿元的经营利润 这样的成果都该公归于中国能拥有世界上唯一一个的 3000吨级别超级江泰床锻造加清反应器 而它更是推动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 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中国不是首个研究加清反应器的国家 但中国从很早开始就积极引进相关技术 并组织学者开展深入研究 如中国一众集团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研究机构 为了尽快掌握这一制造技术 还在园区内建设了相关的工业设施 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 终于掌握了核心技术 才研制出了这台超级江泰床断汉加清反应器 作为全球首台超大吨位的反应器 在其生产过程中 开发团队曾面临着超长 超重 超后 焊接难度大等多方面困难 为此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们集思广益 充分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 大胆创新 反复试验 自主研制了如声孔全自动TIG焊机 在内的多项新技术 新设备 终于圆满解决了反应器制造过程中的全部问题 高质量完成了任务 让中国的石化工业更上一层楼 中国制造也由此再度刷新了世界记录 中国像这样给我们带来诺大惊喜的大型设备 在其他方面也还有很多 小编相信今后这样的惊人设备 一定还会出现的更多 届时中国的发展也会逐步前进 我们的生活也会随之变化巨大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之后的哪一方面可能尽早出现 让大家惊喜的设备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你又怎么看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小编互动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